大家好,歡迎收看初歌學投資,我是李國慶 利率是中央銀行一個非常重要的貨幣政策工具 不過人民銀行並無定期的議息會議 也沒有設立官方基準利率 究竟中國現在如何調整利率? 早年市場將全貸款基準利率視為指標利率 央行會因應經濟以及金融市場的情況 調整全貸款基準利率 好像在2015年一樣 A股經歷股災和經濟下滑 央行曾經幾次實施雙降 即是降息、降準來穩定市場的信心 不過自2015年之後 全貸款基準利率未再調整 因此在某程度上 中國的全貸款基準利率已經失去參考作用 現在究竟要看什麼? 近年市場普遍會從貨幣政策利率 去了解央行幣政策取向 即是公開市場操作的 易回購和正回購利率 又或者是中期借貸便利 即是MLF的操作利率 在2017年環球經濟復甦 各國央行開始收緊貨幣政策 人民銀行也在當年2月上調 易回購操作利率 市場認為效果等同加息 到了2017年12月和2018年3月 美國加息之後 人民銀行也隨即上條MLF 以及易回購操作利率 人民銀行曾經表示 公開市場操作利率是市場化利率 券相新萬文元曾經表示 調整公開市場操作利率這個新加息 將會取代調整全貸基準利率的舊加息 總結而言 初過觀察央行進行易回購和MLF 除了留意投放金額大小之外 還要關注操作利率有沒有改變 從而表解央行最新的貨幣政策取代 是寬鬆還是緊縮